好,谢谢师傅,回开始 下一个问题 就是国家面对自然灾害时 会有紧急应急措施来将灾害损失降到最小 那业力来临时我们往往会被业力牵着鼻子走 请师傅教我们几招业力来临时的应急措施吧 业力来临时的应急措施最好的方法 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把马上该做的事情往后推 就坐在观音堂里好好念经 就闭关呀 所以你去看很多法师啊 他们被人家就是说风风雨雨的时候 他们应急措施是什么 他们闭关呀 闭关嘛没人讲出来 没人讲他们过两天风平浪静了呀 他自己们也亲近了 在重新再思考他过去做错的事情 是对还是错 他自己冷静下来 实际上应急嘛 就是冷静呀 先要冷静 然后呢让别人不要关注你呀 哦 明白了 谢谢 你说枪打猪头鸟嘛 已经要倒霉了 你还要把他跑出来跳 有些人真的傻傻 有些演员 我们不讲政治吧 我们讲那些演员吧 人家已经在讲你这个方面了 还要拼命跑出来 我没有 哎呀 我告诉你 这个是不可能的 人家吵啊吵啊 那些记者们就吵啊吵啊 八卦就出来了呀 哦 明白了明白了 你不讲就好了 不讲就不臭啊 越吵越臭 粪坑越吵越臭 谢谢师傅所为开始 谢谢你